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跟大家分享兩個部份 一個呢 就是 CAMBA 2024 新的 我們後面會有這個 信義老師 藏民老師的這個 CAMBA的教學 但是呢 我們今天我主要是把他新功能跟大家介紹 那他後面會再帶大家做更詳細的 好 那 其實我們這個時間點 上CAMBA剛好比較尷尬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五月份 除了AI很忙 CAMBA也有開發者大會 對 那他今年呢 做了很大的更新 這個更新呢 新功能相對比較少 可是介面改變很大 所以呢 老師呢 大部分的老師應該現在 可能還沒有怎麼樣 就是你的介面還沒更新到新版本 所以 我們這邊呢 有準備一個教室讓大家體驗一下 您在我們 這個 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CAMBA教室 您可以就是 加入 這個是新介面的 可以先體驗一下 讓大家先體驗到八月底 因為老師的教室人數有限 所以 沒辦法大家用太久 但是呢 原則上 應該 官方看到的消息就是 大概八月底 七月到八月這段時間 應該就會 陸陸續續更新到所有的介面上 所以原則上 各位應該 九月之前也會變成這個介面 只是先體驗 因為 老師在用的時候 需要適應一點點時間 不然你會覺得 怎麼感覺 CAMBA我好像有些東西不太會了 明明是 可能大家已經用的蠻熟的 奇怪怎麼有些東西不一樣 那 就是一個 那 一樣的 我們的上課的影片 除了就是我們這邊直播的 那我回去 我這邊也都會再錄影 分段錄影 然後再整理出來 所以我這邊 在首頁這邊 我有放兩個連結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樣 OK嗎 有沒有 那老師呢 如果說您那個 剛剛比較晚進來的 就是在我們上面這邊 有我們的 簡報的網址 您就可以直接從上面 這邊打進來 就打後面這個 把它打到我們的網址列就好了 那 簡報的第二頁這邊呢 還是不可免除 先自我介紹一下 您可以看到這邊是 我的簡單的介紹 還有我 整理的一些資料 還有我經營的一些社群的媒體 那歡迎老師 如果有興趣的 您都可以到這邊來參考看看 跟老師 可能比較相關的 主要是在這個翻轉教學這邊 還有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嗯哼 那個虛擬圈本的 就在上面 這一塊 好 那如果說老師 您未來有 使用上的問題 也歡迎您 我也有提供官方帳號 現在老師都 要提供售後服務 那您就可以通過這邊 找到我 OK